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无法劳 人人是食神 谢谢侯姨 真的是侯姨侯介绍 Sincere四公升的智能电炖锅 我来包养你的胃 可谁炖出好滋味 我来包养你 Sincere的传统的烹饪技法 就是用炖 使用恒温来试出食材的原味 将营养充分地溶进汤里面 炖汤 我很喜欢喝 你看一下 市价的要999令吉 可是今天你买的话 立刻省个700令吉 CJW 独家售价 299令吉而已 真的非常划算之余 今天我们是一锅四代 来满足你各种的需求 包括说四公升的不锈钢内胆 还有两公升的白瓷炖钟 以及两个500毫升的白瓷炖钟 你看看还有很多很多的赠品 包括了有汤勺 凉飞 餐具 提手加 增加 还有侯仪 独家 料理师傅 证明总值高到1090令吉 713 看看今天如果你是 Mibang的信用卡用户的话 还可以享有三个月的 免利息分期付款 每个月只需要99令吉 6173 这个我负担得起 最重要是什么 隔水柔顿 锁住营养 它是一个智能调节功能的电炖锅 还有九种预设的菜单 自动保温 还有干烧断电 让你用得放心又安心 使用手机应用程式来购物的话 还可以获得5%的WOW购物积分 下一次就可以换成15令吉 来作为现金折扣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欢迎光临新年快乐 你好 我是Gary俊成 大家好 我是佳琪 你知道吗 我的新年愿望就是 希望有一个人可以天天炖汤 炖烟磨 给我喝 给我吃 可以 找一个老婆 然后老婆的话在家里 就要在那边慢慢地这样子看火 然后买一个焖烧锅这样子 或者是慢炖锅这样子 可是有时候这种慢炖锅又很重 还有很多拿出来 所以那个炖的处数就会越来越少 不用担心的 那如果是以前的话 各位妈妈 各位年纪 你要炖烟磨 炖汤 用烫火 用煤气炉 闻火 小小 一直炖汤 至少要炖三四个小时 对不对 炖很久很久 人生没有了空档的时间 看戏照顾小朋友了 是的 别担心了 今天我们有妙计 因为好意也好介绍哦 真的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 就是Sincereo 我们的智能的电炖锅 你可以看到呢 它的外形是非常好看的 而且有一点点的粉红色在上面 对不对 当然今天我们有这个汤勺 然后还有一锅四胆这么多 包括说四公升的不锈钢内胆 还有两公升的白瓷炖钟之外呢 还有两个五百毫升的白瓷炖钟 对了 炖钟很重要哦 如果是你要喝这些炖汤的话 一定要用到他们 最重要的是有侯一的独家料理食谱啊 你知道侯一他是一个很称诚的代言人 是的 他跟他的团体呢 就一起研发了各种各样好吃的食谱 供大家一起学习烹煮 当然 今天的299令吉 就可以把我们全套呢给带回去 还包括说我们109令吉的这个赠品 我跟你讲说 我家里呢已经有一台了 因为之前我试用了 超好用 一台已经在我家里面准备过这个新年了 那是真的 你看一下 如果平常你煲汤的话 用大火来煲它哦 真的会浪费很多的时间 那如果你没有看火那个水啊 煮干了之后 你万一没有发现到整个锅就会烂掉 是的 要不然哦 那个火一熄灭的话 糟糕了 所以你看一下哦 我在煮这个老黄瓜汤的时候啊 两菜一汤超好喝 都可以讲我的老公喝到啊 你知道吗 最重要是你看一下那个汤水很清澈 真的很清澈 而且呢 所有老黄瓜那种甜味 已经是释放出来的时候呢 老公真是讲 哎 你去哪里找回来这样的好东西 好老婆版啊 各位朋友啊 你在家有没有用顶级砂布 或者是用这种陶瓷瓜 哎呀 我跟你讲呢 这种呢 就是怎样呢 第一很重 对不对 有时候呢 这些是没有办法拿出来的 所以你这个要整个拿去这样子洗的话呢 弄到我们的那个就是电板烧掉的话呢 其实呢 也就浪费钱了 对 而且它不可以控温的哈 真的 你看到吗 因为呢 它就只有三个就是这样子转 你是高温或者是低温或者是自动 就是这样子罢了 很多时候我曾经有试过哈 水呢 倒进去早上 然后我以为说晚上可以回来喝 结果干烧了 对 这个就不要用了 各位朋友 你看一下 这一台就是我们Sincero的智能电炖锅 很漂亮的颜色 对 过年买回去摆在厨房里面 也是一个最美就喜气的点缀 你看这个透明锅盖 你看到里面有什么东西 这个是一个手提架 当我将这个炖钟呢 是2L的 放进去 拿出来之后 我里面还有一个可以拆除的 就是我的这个 不锈钢的一个内胆 4L的SUX304不锈钢内胆 你看下面还有一个螺旋纹 这个可以帮助它导热均匀 所以是很棒的一个设计来的 是的 这个不是chipchip的SUX304不锈钢内胆 很厚一下 而且你看一下 这个电子面板 它是可以智能去控制它的温度跟时间 你看人家煲汤什么 全部有九种烹饪的模式 按一按就可以了 而且它是中英文都有的 所以中英文包括说呢 有这个煲汤煮汤 然后煲汤煮汤 然后煲汤煮汤 然后还有这个煮汤煮汤 然后还有这个煮汤煮汤 包括说文火煮汤煮汤 也可以煮 甚至是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这个 就是官宴 也就是bird nest bird nest bird nest我们很时常 有时会变成那个燕窝水的 对不对 如果是不像不是很聪明的 我这种厨娘的话呢 就真的很麻烦 真的很容易使用 就算你不会煮 我教你 你看 现在我只需要将水 先倒进去我们的这个 不锈钢的内锅里面 是的 到了水之后 因为我们需要水来隔水炖 对不对 那现在呢 我就将我的这个炖盅 慢慢这样放下去 OK 放下去了之后 我先开盖 然后各位朋友 你要知道说 你用这个隔水炖的方法呢 来炖东西的话 它会比较好喝 而且鸡肉啦 鸭腿等等这些食材的 它的精华营养都会被逼出来 大家都知道 其实炖的这个方式呢 在我们中国历史里面 已经是非常悠久了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时候呢 我们知道讲说呢 炖呢就是可以把 所有的食材的一些营养呢 全面的释放出来 让那个汤汁呢 就更加的有鲜味 更加的好喝 但是为什么 现代人很少包东西呢 因为呢 就是太多的步骤了 对不对 你又要看火啦 然后又要用文火啦 一不小心的话 如果今天文火那个 风水熄灭的话呢 煤气泄漏可不是在开玩笑的 真的是很恐怖喔 然后你看一下 现在我将所有的材料 放进去里面 你看到吗 这个功能 我只需要按一下 这边就有一个煮了 看到吗 煲汤 然后你只需要按开始就可以了 这边就是一个开始 然后你看 煮一个小时就可以搞定了 你有没有想过 炖汤不是要三四个小时的吗 没有 一个小时就可以搞定 因为这个就是智能电炖锅了 而且呢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如果今天呢 你不知道说要用什么材料的话 没有关系 今天呢 我们有这个猴衣的独家食谱给大家 里面都有它各式各样不同食谱 那今天呢 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是使用这个食谱 也就是莲藕猪脚汤啦 你可以把它换成排骨啦 或者是鸡肉都没有问题 当然呢 材料这边全部都写清楚了 然后呢 方式 然后用任何的这个菜单呢 都已经写在里面 你只要跟着里面这些 全部啊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包个三百六十五种汤 都绝对没有问题 所以我就说啊 不一定要有老婆的 那自己也可以炖 你不会煮也没有问题 你自己看一下 现在呢 这个呢 就已经是差不多好了的了 是的 它一直在冒蒸气出来 是的 因为这边有个孔的 然后呢 我们用这个隔水炖呢 我先把它就是 先给它断掉它先 然后呢 打开那个盖子 然后你就可以看得到说 哇 其实呢 它真的是很多的蒸气 是的 然后呢 我就先把盖子打开它 我的天啊 哇 你看到那个汤水吗 很清澈 很清澈 真的 所以你可以看什么呢 今天呢 很简单 如果说呢 我们要就是 倒这个汤汁出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讲说呢 这个东西呢 倒出来的时候 它的汤汁是非常非常地清澈的 真的 大家可以看得到说 它完全没有那种混浊的一些杂物 你自己看得到吗 这个汤水 平常如果你包脸藕汤 它是不是粉粉的 可是现在这个没有 它反而是有那个 鸡肉的精华全部在里面 哦 然后呢 红枣啦枸杞汁全部都有 然后我先试喝给你看一下咯 哎哟 哎哟 我跟你讲说 这个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因为呢 我们今天有放这个鸡肉啦 然后还有这个莲藕进去 有没有那种粉粉的感觉 很好喝 它很温和 因为一般上如果喝那些普通的 煮的莲藕汤 你会觉得它就是很香香的 它完全没有那种温柔的口感 可是这个莲藕汤 除了说有莲藕的香甜味道 我觉得鸡肉还有鸭腿的精华 全部都给煮出来了 特别的鲜甜 哇 超甜的我跟你讲 而且呢 这个东西我跟你讲 我们没有加任何的那个盐下去 现在喝到的完全都是这个莲藕 还有鸡肉的鲜味在里面 我跟你说啊 一定要用炖的方式来炖老黄瓜汤啦 莲藕汤啦 什么汤都好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它才可以将里面的营养 统统给熬煮出来 如果平常用大火去煮的话 它不够时间是逼不出来那个营养的 真的 而且呢 你会发觉大火煮出来的汤 对啦 可能也很快 可是它很浑浊 因为比如说猪肉啦 排骨啦 甚至鸡肉里面那种肮脏的东西 血水 全部都给它煮出来了 哇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跟你讲说 我时常会怎样呢 因为我以前没有这个包的时候 是不是都会出去外面那种买那种 挖包鸡饭 不是有卖那种炖汤吗 很贵耶 然后喝了下去 第一就是没有什么味道 第二就是很贵 第三就是你喝了很多下去过后 口很干很多味精 在家自己煮啦 拜托 自己煮又省钱 外面一盅汤 要整15令吉了 再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边煮了些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来的 今天我们除了说可以煲汤之外 我们还可以做这个双梅炖鲤鱼的菜色 好轻喔 大家可以看得到 双梅炖鲤鱼汤 这也是香港好医喔 好医喔 独家的一个食谱来的 你自己看得到 它的这个汤水呢 真的是特别的漂亮的 你要看一下 那个汤水的那个清澈的度在那边 是非常非常的棒的 有没有 所以今天你喝下去 完全就是没有任何杂质的一个老火汤 我跟你讲 现在要马上来喝一口 看一下什么味道 我跟你说 如果你在家你要煲这个鲤鱼汤的话 你会发觉你大火煮的话 它一定是很快要将它煮到绵烂了的 然后完全没有口感的 然后呢 你用这个的话 它反而将鱼的那个营养 都全部煮出来 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疲劳的 你懂吗 我跟你讲 这个呢 完全就是喝到那个鲤鱼的鲜 而且呢 完全没有任何的腥味在里面之外呢 它就是口感非常清淡的一个 消暑的一个家品来的 然后你喝下去 又有一点点酸酸的感觉的时候呢 是不是超好喝的 我跟你讲 好喝 谢谢 真的很好喝 因为这个汤 它是酸甜酸甜 一喝下去 立刻就提神 各位男生 你不喜欢喝有味精 有盐有糖的对不对 对 这个很天然的味道 肯定很适合你一家大小 当然呢 我跟你讲说呢 今天除了汤品 除了说做肉啦 因为我们也是可以炖自己羊肉啦 或者是我们猪精啦 鸡脚这种比较难炖的东西之外呢 还有在家里可以做甜品 因为呢 你看我们一次过可以做两种不同的甜品 除了说有我们的这个炖蛋之外呢 还有我们这个就是银耳红枣木瓜钟啦 哇 对 这边呢 我们还炖了一个就是等胆啦 你知道吗 然后呢 你要知道说 如果你在家要做等胆的话 你没有这个小的等重喔 是很难做得到的 很麻烦的对不对 这个呢真的是喔 而且呢 你是可以有两个炖钟 一次过做两个不同的这个甜品 家里的人就不用吃回一样的东西咯 这样呢 其实小朋友呢 也会更加的开心 而且我跟你讲 那一天我在家也是用这个小的炖钟 炖了两钟椰子鸡汤 我只能说它真的很方便 因为你直接分开了 我自己喝一钟 另外一个我妈妈爸爸都可以喝一钟 然后最重要的是呢 我省下很多钱 因为在外面呢 如果你要喝这样子一钟的甜品 至少两三百令吉 真的 所以你看一下 今天呢要炖这个炖钟啦 或者是做这个木瓜钟啦 其实非常的简单 因为很多人以前呢 觉得讲说呢 要炖这样的这个甜品的话 真的要花上很多的时间有没有 绝对没有 今天呢 你可以一次过做两种不同的甜品呢 也是呢 在一瞬间就可以搞定了 各位联盛 好吃到吗 真的是很滑 而且它真的是很甜 然后呢 如果你放的这个蛋蛋 这种足够的蛋的话 它的蛋香味是十足的 很好吃 而且我这个呢 是非常清澈 然后呢 不会有死甜的感觉 我跟你讲喔 其实炖起来呢 是非常非常简单 因为呢 如果说我们今天 用传统的方式的话 你就要在那边慢慢地看火嘛 但是今天呢 你看一下这个呢 很简单的东西 只是需要用我们的这个食谱就行了 把所有材料 全部丢进去 加水 然后按一个牛 就是这么简单 你可以去做你要做的东西就OK了 大家看一下这一本呢 侯一的食谱 第16页就有我们的炖蛋的做法了 所以你买回去 你不用担心说 你不懂怎样做 而且呢 我们总共有很多不同的食谱在里面了 这些都是好仪喔 非常有爱心的一个食谱的分享来的 其实大家今天真的不要再等了 299令吉呢 你是可以带回我们 非常知名的Sincero的这个智能电钟给带回家 而且呢 今天这个顿钟呢 是好仪呢 跟香港的R&D的团队一起研发出来的 对啦 有这么好的代理人喔 所以Sincero呢 这次带来这个产品一定要买回去喔 你看一下 又有锅盖啊 又有HX304的不锈钢内胆呢 还有一个2L的顿钟 那两个都是500ml的顿钟 这些所有的正品配件 通通给你 还有食谱只卖你299令吉 那如果你在外头 你要买这样子的一个顿钟的话呢 电炖锅的话 要999令吉啊 好贵 所以不要等啊 赶快不打日线来抢购 1800-18080 各种CJW的手机App来抢购吧 那今天Gary呢 要用Sincero的智能电炖锅 来煮椰子鸡汤 哇 这个隔水炖的汤喔 你看它的汤的颜色 非常的清澈 而且呢 感觉上很出味喔 大家看到了吗 刚刚我自己在家呢 用Sincero的智能电炖锅 煮了这个椰子鸡汤 平常如果你有喜欢喝炖汤的话 你一定会点这个椰子鸡汤的 对 可是在外头我喝过的了 一盅这个椰子鸡汤 很贵 要整15令吉 真的 可是我自己在家做了 我的成本不到10令吉 好便宜喔 要留两盅耶 真的 而且你看一下 今天我们给大家的这个 就是炖钟呢 25套已经卖出了 谢谢大家 因为呢 它是一个智能的 所以你今天只需要按一个键而已 你要包什么东西 粥 汤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甜品 甚至是燕窝 我们是直接有一个这个 菜单在里面的 所以它已经帮你 设置好那些时间什么东西 你不用去想按下去就可以了 对啦 各位蓝姐 你知道你本身 还有你家的妈妈 爸爸 你老公 孩子 一年辛苦工作 是很费力的 对不对 身体真的是有一点受伤 或者是觉得很疲惫 你一定要炖点汤 炖点燕花甜品 给它们补一补身子 所以趁着这个过年 你买回去甘胖那边 送给你的爸爸妈妈 让得空也炖一些汤来 不可以 吃补一下身体好不好 对 现在电话是在战线当中的 如果打电话出来 需要等个三分钟 大家上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荧幕的左边 是我们手机应用程式的画面 然后看到Sincaro之后 只要点选Buy Now就可以了 披码的朋友 我们是免运费的送到你家门口 之余呢 还可以赢取5%的卧购积分 下一次15令吉 好多的一个现金折扣 对 真的是很多很多 那不要等 各位朋友 你要知道 在外头你要买一台这样子的电炖锅 要整千令吉 可是今天299令吉 你买到的不只是一个电炖锅 反而是一个可以让家里面 可以鸡满很多温馨跟爱的一个锅子 真的 其实如果你以前在家里的时候 妈妈一定有炖东西给你吃的 对不对 炖的话大家知道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非常良好 而且我觉得非常保存很久的一种煮食的方式 为什么炖好呢 其实炖的话 它是用火慢慢地熬的话 就可以把食材当中的这些营养 还有味道全部完全地释放出来 不要用那个大火这样子 就是把那些营养的全部烧坏 Lang Jay 我知道的 你的心情我也明白 因为现在很少人在炖汤 炖些食物来吃 因为你要看火 对不对 如果你家里没有这样子的电炖锅的话 你用煤气炉 你要用稳火 稳火就是很小的火 很小的火 然后你要炖 要炖三 四个小时 如果你没有看火的话 大风一吹一吹 火一熄灭 就漏煤气了 真的 然后如果你没有再看到火 那个水煮干了 你那一包汤就不能够再用了 我真的有试过煲干水的 我就用我那个慢煮食物 可是慢煮食物第一很重 大家都知道 第二是什么呢 你今天要拿出来洗的话 有时候是脱不出来的 所以你要整个台去洗的话 水滲进去摩托里面就会坏掉 然后最后是什么呢 如果说你那个慢煮食物的话 因为它只有高低低的热量而已 我早上出去开高低回来的时候 烧干掉了 我相信很多人也是有这样子的经验的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我妈妈现在都没有 用那个电子沙灯了 对 所以我今天就用这个Sin Zero的这个 你看我煲出来的汤 好像厨子包出来的汤这样子 而且超清澈的汤 我老公喝到真的 真心觉得超好用的 你知道这一种汤 不是说你用大火去煮它 就煮得出来的 对 那就算你煮得出来 你会发觉完全是两回事 这个特别的温柔好喝 那个是香香的 对 所以观众朋友 如果你想今天就炖汤 炖品 甚至是炖燕窝来喝的话 赶快拨打热线来抢购 180018 0808 你看38都已经卖出了 或者用我们CJ Wall Show的手机 来抢购吧 好 走 我是好意思嘉燕 我很开心成为Sin Zero的代言人 和大家分享方便好用的家用电器 在忙碌的生活中享受下廚的浪趣 很感谢Sin Zero的自立家用 和厨房电器 帮我们删除了很多麻烦 大家一起用Sin Zero煮菜 无法劳 人人是食神 好依好介绍 Sin Zero自立家的电炖锅 我来包养你的胃 和水炖出好滋味 谢谢你 谢谢嘉燕 你看一下Sin Zero 传统的一个烹饪技法就是用炖 因为它可以使用恒温 试出我们的食材原味 加上营养充分地溶进汤里面 试下要999令吉 你没看错 可是今天我们独家售价 只有299令吉而已 这个价格非常地优惠 而且是一锅四胆 包括说不锈钢的内胆4L 还有2L的白磁炖钟 两个500ml的白磁炖钟 全部让你带回家 不止呢 你看看 汤勺 凉飞 餐具 手提价增价 还有好姨的独家料理师傅 通通送给你证明组织高达 109令吉73 我的天 如果你是 每半的信用卡用户的话 可以享有三个月 免利息分期付款 每个月只需要 99令吉673 大家看看 隔水柔炖 是可以锁住营养的 最重要是我们的电炖锅 有智能调节的功能 9种预设的菜单 还可以自动保温干烧断电 所以你不用担心 是的 你可以看到是什么呢 手机用程式来购物的话 更加地划算 可以获得5%的5奥购物积分 5奥15令吉 下一次就可以作为现金折扣了 千万不要错过了 很多人在家里 你知道什么 很多人在家里 不是 我想讲的就是 因为以前我看到很多朋友 他们一回到家 都有炖汤喝的时候 我觉得那些人特别的幸福 因为我常常在想 如果我辛苦工作了 如果我有老婆 她可以每一天都炖汤给我喝 我一定爱死她的 对不对 我这个老婆好像有点不敬择 因为我家里真的是 有一个慢谷歌的 像这样子的 比这个更大一点 所以有时候很重 很重的时候我就很懒惰拿出来 所以我就很少煲汤 而且如果慢谷歌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就只有几个 然后嗨 这样子 对不对 我跟你讲 这个真的是会烧干那个锅的 因为我真的试过 就是早上放那个水进去 然后不小心忘记了放成嗨 然后就已经回来的时候 连那个鸡肉都已经干掉了 烧干没有关系 可是如果鸡烧坏了怎么办 很贵的咧 大家不要再用那一种了 你看一下我们的这个Sincero的智能电炖锅 很漂亮的颜色 而且还有花卉的图案 最重要是你看一下 这个超红面板是中英文字的 而且这边有九种烹煮的模式 好方便 包括了可以煲汤啦 煲粥啦 煮鸡啦 文化炖品 筋骨等等九种 真的 还有这个燕窝咧 这个燕窝真的很方便你知道吗 因为我真的试过把燕窝炖成燕窝水 所以你用不对的这个炖锅就很糟糕了 而且你看一下 当我打开我这个盖子的时候 好漂亮 这个就是一个手提架 方便你将我们的2L的陶瓷 放进去里面的很大一个 真的很方便耶 所以里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不锈钢的一个内胆啦 4公升 大家看得到吗 它是可以分开拿出来的 然后拿去洗很方便 它的这个锅底有这个螺旋纹 所以它在导热方面是非常的均匀的 这个设计不是每一个不锈钢锅有的 真的 而且你还可以用这个锅来包饭 包汤 煮东西 或是炖牛肉羊肉等等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想说 今天我们有4公升到2公升 到现在500毫升都可以 绝对是非常简单 那现在如果说今天你要包肉的话 比较多的一些分量的话 就可以用我们不锈钢内胆 猪脚粗啦 海生鸡脚啦 羊肉牛肉 刚刚我不是讲不锈钢的这个内胆 可以拿来包东西吗 直接我给你看了 我包了海鲜粥 哇 海鲜粥 真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讲说 今天这个海鲜粥 Oh my god 这个完全就是我们要喝的那种 广东粥的那种绵密度呢 非常非常的好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个海鲜粥呢 是特别的绵密的 而且是很细滑的那种 如果你在家你要包的 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呢 真的你要包很久很久 而且完全是不可以大火 一定要用纹火 然后如果呢 你用纹火的话 你稍微没有看火 风吹一吹 哎呦 它一熄灭掉 就low gas了 真的 很危险 你用这样子一个 慢温火的方法 来包这个海鲜粥的话 它真的是会很好吃 很好吃 真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今天呢 你要煮一个非常棒的 这个广东粥的时候呢 它是非常非常的 怎样讲呢 如果说那你要熬粥的话 其实你需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 有些人呢 喜欢放在那个 就是瓦包里面 对不对 但是呢 那个你就要慢慢的看火咯 但是今天呢 我跟你讲说 放进我们这个 智能电炖锅里面呢 出来跟瓦包是一样的感觉 可是呢 不需要看火 然后呢 你可以去做你要做的东西 去做什么 口感怎样 特别的顺滑 而且 你觉得这个粥呢 它是一个纹火煮出来的嘛 所以你不会觉得说 它好像很凶猛这样子 你知道吗 而且那个海鲜的 这一个精华 还有这鲜甜的味道 全部呢都已经是给它逼出来了 很香 OK 有观众朋友问我们讲说呢 我们今天这个呢 就是不锈钢的内胆 是怎样的材质 我们是SUS304最高材质的不锈钢内胆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白瓷的炖钟 因为这种白瓷的炖钟呢 你要拿一包药材啦 这种补品啦 是很重要的 只有白瓷呢 才能够把那些呢 营养全部释放出来 今天整个套组只需要 299令吉而已 你继续讲了好不好 我继续吃这个粥 因为它好吃了 我也要喝了 真的是 这个呢 我跟你讲 炖品这种东西 很多时候你不会知道讲说 到底要花多少时间去包的 因为我们很少包这样的东西 可是今天呢 它已经帮你pre-set好了 按一个煎就可以完成了 是真的 平常如果你在家啦 你要炖这些甜品来喝的话 一般它是怎样呢 反正花很多时间 71套已经卖出了 谢谢大家 现在这个是大最喜欢的 小炖燕窝 看到吗 你可以换过来吗 我想要吃燕窝 我们先拿一点出来啦 真的 因为这个炖燕窝呢 你自己看得到它真的是满满的 平常如果你在家炖燕窝啦 你看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口感吗 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因为很多时候不会炖的人 就会把它炖成水这样 真的 真的 我们今天这个真的是下重本 那个燕窝多大 而且呢 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 今天如果说你要喝任何的这种补品的话呢 要用炖的方式呢 其实是最好的 因为呢 它可以这样子保存里面的所有的一个营养啦 真的 而且呢 你用这个炖的方式 隔水炖哦 它才可以将那个枸杞汁啊 红枣啊 它们香甜的味道呢 全部拿出来 而且呢 它是特别的温和的 它不会给你一种啊 就是很热的这种感觉 是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是什么呢 今天呢 包括说你要炖这个燕窝啦 雪格啦 或者就是我们的这个呢 比较贵的这种补品的话 一定要隔水炖 因为隔水炖的话呢 才可以把那营养完全的释放出来 嗯 每一口都是满满的燕窝 然后它是很有嚼劲呢 它有一点弹性在那边 很天然的甜味 Langer 我们一定要补一补自己的身体 你要补的话 有养颜 会健康 那身体呢 免疫力会提高 这一个 这个很容易就是可以炖到的出来的啦 而且啊 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 因为你炖了这些补品之后呢 我们还可以继续炖其他的东西 因为我们有给大家 就是里面是一锅四胆嘛 这个呢 就是白瓷炖钟 这个是500ml的 你可以炖不同 两个不同的甜品 但是呢 我们今天呢 还可以用我们呢 今天的这个 另外一个 两L的白瓷炖钟 然后呢 可以再放进去 煮另外的东西 今天呢 很简单 只要把我们这个增价拿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这个 两L的白瓷炖钟呢 给把它放进去啦 对 当然如果你要再用这个隔水炖的方式呢 我们可以先加一点水进去 然后大家知道 今天我们还有给你一个 2L的白瓷炖钟 你看一下我这个手提价呢 直接将它放上去了之后 你看 它就不用担心说你会烫手 然后现在呢 我们要做的就是 好衣食补里面的一个 乌鸡 就是白旗的这个乌鸡汤 乌鸡当归我们的炖乌鸡 大家都知道 乌鸡呢 对女人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尤其是如果今天 你可能在做月子啦 或者是呢 你呢 就是生了baby之后 要补一补的时候呢 乌鸡呢 就是一定要炖的 不可以拿来煮的 对不对 只有这样子呢 炖的时候才可以把乌鸡的营养的全部 迫出来啦 哇 大家都看到了 我只需要这样子才要统统丢进去 然后呢 盖上盖子 然后呢 我就可以呢 将我的这个乌鸡汤呢 给熬煮出来啦 OK 看到吗 今天我们是有随 随着我们套煮里面呢 附送我们的这个食谱 加上呢 你可以看到什么呢 今天呢 我们的 menu呢 就可以选择我们的这个 炖汤 煲汤的一个方式啦 就可以进行炖煮 大家有没有看到 一个小时就可以进行炖煮 将这个乌鸡汤哦 给煲出来 所以真的是很方便的 你看到吗 这个就是煮汤啦 而且它里面是英文 外面是华语的 所以中英文字 各位人家 你不用担心你不会看 不会使用啊 因为我知道你对英文 可能有少少的难题啦 所以现在有华语的这个注解 你就不用担心了啦 是的 当然呢 今天你可以看到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给大家的这个食谱里面 它是有分春夏秋冬的 不同的这个汤品的 比如说这个春天的时候 你要喝什么啦 然后夏天的时候 而且呢 后面还有就是女性的一个炖品呢 你可以包些什么东西 包括说我们这个人生恶交乌鸡汤啦 或者是一些我们对女性很好的 冰糖燕窝啦乌鸡这种 这个只要跟着里面呢 然后找那些材料出来 全部丢进去 按一个煎 然后呢 就有汤喝 就有炖品喝了 88套已经卖出了 谢谢大家 哇 真的是很厉害很厉害 大家要看一下喔 今天我们带给你的这个电炖锅 是的 它真的是可以煮很多的东西 那刚刚我们煮那个无鸡汤 到底出来的成品如何呢 看一下 你准备好了没有 来来来 1 2 3 我的天 好香喔 最重要是你看它的这个汤水 它是非常的清澈的 虽然是无鸡汤的那个颜色 看起来说黑黑这样子喔 可是你可以看得到说它很清澈 我要喝一下 我要喝一下啦 你喝一下 这个很重要啦 因为呢 就是女性的补品嘛 对不对 女性的补品的话 当然是要自己喝一下咯 看一下到底什么味道 是不是很好喝 因为我从这边 我可以嗅得到很香的那一个 当归药材的味道 没有那个药材的味道 你可以看一下 这样子喔 这样子滴下来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说 那个汁呢 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什么呢 就清澈的 而且呢你看 今天呢 如果你要煲汤的时候呢 最重要就是什么 汤里面呢 就是不可以有任何的这种 很肮脏的那种杂质在里面 对不对 因为呢 我们每次煲那个鸡的时候 或者是猪肉的时候呢 有那种肮脏的东西浮在上面的时候 你就觉得不好喝 但是今天这个呢 你看一下那个汤的那个汤汁呢 是非常非常的清澈的 有没有 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要喝的一个补品的一个品质啦 当然今天呢 喝下去的时候 哇 好甜喔 好鲜喔 我可以感受到喔 真的 你对这个汤的喜爱 大家有没有觉得说 如果要喝药材汤或者是这种你知道 鸡汤喔 你要炖的够久啊 它才会入味才出味 然后这鸡的营养呢 才会给逼出来 所以你想想看喔 现在呢 我们现在有这样子的一个套组了 你真的不能够错过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我们给你的是Sincero的4公升智能电炖锅 哇喔 只需要299令吉而已 而且呢外形是非常讨喜的 当然今天呢我们还要给1G4胆给大家 包括说4公升 SUS304的不锈钢的内胆之外呢 还有我们白磁盾钟2公升 以及呢500ml的白磁盾钟2个 让大家带回去 当然还有赠品方面呢 增价啦 提手价啦 全部总值109令吉70C 让大家的通通带回去 记得这个新年如果要煲汤的话呢 不需要在厨房里面看火啦 我知道 我知道 所以你可以做的东西 其实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啊 180018 0808 或者用CJWallshop的手机 来抢购啦 买回去天天有炖汤喝 哇喔 那今天Gary呢 要用Sincero的智能电炖锅 来煮椰子鸡汤 哇 这个隔水炖的汤哦 你看它的汤的颜色 非常的清澈 而且呢 感觉上很粗味哦 大家都看到了吧 在家也可以做椰子鸡汤 如果你在外头喝一盅炖汤 好 少说要15令吉 贵的去到20令吉 可是如果你在家喝的话 首先你不用担心 那个汤里面 放了很多的味精 而且是原汁原味的 而且省很多的钱 你知道刚刚我煮两盅的 这个热纸鸡汤 我只花不到10令吉了 真的是很便宜 而且很方便 你看到吗 其实呢 它已经是有9种的功能模式 你只需要炖汤 或者是你今天要炖燕窝的话呢 你只要选择上面的这个预约模式之后呢 它就可以在比如说一个小时里面呢 完成你想要的这种老火汤的那种 汤测出来 这个很方便 因为以前我看我妈妈 她要炖燕窝或是炖汤 要台汤来喝的话呢 她必须要用那个温火 小小那个火 这样慢慢地给她就是煮那个汤 然后呢 你必须要看火的 如果你不看火 火一下子熄灭了就很危险 因为露霉气嘛 对不对 对啊 或者是你的锅子里面呢 水没有了 忘记加水的话呢 那个锅就在那边烧烧烧烧坏你的锅子 之余呢 有时候还会起火你知道吗 但是今天呢 我们呢 新年要到的时候呢 就是不要摘在厨房里面 对不对 今天呢 你要包任何东西的话 最重要就是把东西放进去 加水 然后呢 走开 你要去做你任何东西都可以 然后一个小时回来过后呢 你要的老火汤就已经出炉了 真的 因为这个叫做智能的电炖锅嘛 智能就表示说 它是一个很聪明 很人性化的 那最重要是什么呢 各位朋友 有没有觉得 103套一定卖出了 谢谢大家 有没有觉得在今年 你这样很努力地赚钱 是 很努力地照顾家庭 有时候是应该炖一炖一些滋补汤 给自己补一补身体的 真的 可是你不要以为说炖汤是很贵的 很麻烦 很难做的 真的 其实你看一下我今天呢 只要把所有材料 全部放进去我的炖中里面 然后呢 再放进去 我们的这个智能电炖锅里面 按一个扭而已 然后呢 一个小时之后呢 我的这个老黄花老火汤就已经出炉了 我跟你讲 如果说今天呢 你家里有劳工的话呢 每天炖一种老火汤是绝对有可能的 因为你看到那个汤汁是多么的清澈 我老公喝下去占不绝口 而且呢 我们的这一家电炖锅 还有保温 保温这个设计来的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那个汤没有喝完 等下它冷掉 它可以保温 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不用再像以前这样子 用炭火来包 要开它 炖它 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人呢 是不要炖汤来喝的 因为觉得很麻烦 而且你炖汤自小花三四个小时 对不对 我明白 我知道 可是今天呢 我们的这个电炖锅一个小时内 或是一个小时半内就可以炖出 很好喝的乌鸡汤 老火汤 什么汤都可以 你相信我吗 而且呢 我跟你说 它很棒的地方是什么 就如果说今天你是出门 在外工作的女性的话 你呢 可能说预约了时间 回来的时候呢 其实它可以帮你保温 因为它已经煮好了之后呢 它会直接跳去这个保温的模式 所以你回来的时候你就有温温热热的 老火汤可以喝了 你知道我们这种工作很满目的人 对 真的 有时候是 120套已经卖出了 谢谢大家 有时候我很想回到家 真的喝一盅暖暖的炖汤 对 因为炖汤 不论你是莲藕汤 老黄瓜汤 甚至是乌鸡汤等等 我都觉得它是另外一半 对你这个爱心的表现 真的 所以各位朋友 如果你觉得你很想 就套赏你的老公孩子的话 买去炖汤给他们喝 或者是呢 就是你是工作女性的话 我跟你讲说 汤品真的是很滋补养颜的 对不对 你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 把材料放进去预约定时之后呢 回来就有一锅汤喝 那是多么好的一种感觉 今天只需要299令吉 就可以把我们知名品牌 Sincero给带回去了 赶紧封到我们的热线 或者是上到我们的手机用程式 把它给带回家吧 好遗好介绍 今天有Sincero的4L智能电炖锅 我来包养你的胃 隔水炖出好滋味 听到包养就很高兴了 对不对 Sincero呢 传统的一个烹饪技法就是用炖 它是使用这个恒温呢 来试出我们的食材原味 将这个营养充分地融进汤里面 真的很厉害 市价999令吉 可是今天独家售价299令吉 就可以拥有这一台电炖锅了 是的 你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是一锅四胆让你带回家 4L的不锈钢内胆 SUS304的 还有2L的白瓷炖钟 以及2个我们500ml的白瓷炖钟 你看一下还有很多的配件 汤槽 凉杯 餐具 提手机要增加 还有好姨的独家料理师傅 通通送给你 是的 如果你是MaiBank的信用卡用户的话 还可以享有免利息分期付款 三个月 每个月只需要 99令吉 67千 隔水柔炖可以锁住营养 你也知道吧 电炖锅有智能调节的功能 还有9种预设的菜单 自动保温 干烧还会断电 是的 如果你是使用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 来购物的话 记得还可以获得5%的WOW购物积分 下一次换成15令吉 好多的一个现金来作为折扣 赶紧行动吧 各位LENJ 你自己看一下 这台小小一台的Sincero 这种电炖锅 很漂亮的外形 然后它的控制面板 都是中英文的 所以LENJ 你都会看会使用的对不对 然后最重要的是 它真的很好使用 很方便 这个不锈钢的内锅 也是可以拿出来可以清洗的 而且是SUR304的一个 非常高级的不锈钢 当然今天如果说 你要炖东西的话 记得要先把水加进去之后 然后才开始隔水炖 加了水之后 我们今天一击四胆里面 除了有SUR304不锈钢之外 还有这个白瓷炖中 是2L也是在我们的配套里面 然后只要倒进 比如说今天你要做一个 滋补养颜的绿豆汤 然后再加玉米进去 而且我跟你讲 这个新年要到了 大家都很热气 是不是 这个清热降火甜品就最好了 你看只需要把所有材料全部加去去 然后加水 最重要是什么呢 这个真的简单到连男人都会做 再把我们这个炖中的盖子盖上去 OK 很简单 再把盖子盖上去就可以了 这么简单 对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在功能方面 其实有九种烹煮的模式 所以我只需要按一下这个煲汤 甚至是你按炖品也可以 看到吗 炖品 然后我就开始开始 OK 一个小时十分钟就搞定了 对不对 所以一个小时十分钟 你就可以去做你要做的东西 而且你完全不用担心你不会用 因为我们有独家的食谱给大家 这个就是猴衣研发出来的食谱通通在里面 今天很简单 你要做的这个就是薏米百合绿豆汤 包括说材料还有步骤全部都在里面 而且我跟你讲说很棒的地方是什么呢 它有春夏秋冬之外还有女性的盖品 当然除了有盖品之外还有肉类的这些 就是材料或者是肉类的这个盖品 全部都在我们这个食谱里面 对 其实过年的时候真的是很热气的 你有一个电炖锅你要炖什么甜品 炖什么甜汤来喝都OK 所以像刚刚我们炖的那一个 就是薏米百合绿豆汤呢 其实它真的可以帮你消暑解热气 你看到那个整气吗 超漂亮的有没有 然后再把它打开来之后 Oh my god 你看到它多么的清澈吗 而且所有的薏米绿豆都煮到它已经膨胀了 都是非常熟透的那种 这个真的是如果你平常要炖的话 可能要炖个三四个小时 对不对 但是今天一个小时十分钟呢 就有这样子的滋补养颜的一个甜汤出来 而且是不费摧灰之力的 真的我在家从来没有喝过 可以煮到这么绵烂的这个 薏米百合绿豆汤 可是今天我们只有一个小时十分钟 却已经将它煮出来了 它是一个温火隔水炖的 你想象得到吗 平常要大火煮 可是这个温火煮出来的薏米百合绿豆汤 到底滋味口感如何呢 我很想知道 我很想知道 我现在喝下去第一个感觉就是什么呢 它虽然说那个颗粒已经是绵烂 因为一咬下去它就软软的对不对 可是它还是保持一粒一粒圆粒的感觉 因为你知道很怕就是什么呢 炖东西 183道已经卖出了 谢谢大家 我们很怕讲说炖这个绿豆 炖到那种绵绵的不好吃 但是这个超绵密之余呢 它还是保有那个颗粒 所以超好喝的哥 真的 好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在里面还有两个 就是500ml的小的炖中 然后我们到底可以用它来做什么东西呢 我打开来给你看一下 包括说我们的这个葱香的一个麻油鸡炖饭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木瓜炖牛奶 它可以拿来炖饭呢 炖饭的口感其实会特别的好 它是会粒粒分明至于 可是它还有吸收到那个水分 所以它是特别的湿润的 超想喝的 我跟你讲 而且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 你一定要看一下 今天我们这个炖牛奶 如果说今天 如果你一般的时候要看火的话 因为牛奶很容易就烧焦嘛 对不对 但是用这个隔水炖的方式 就非常的棒了 佳琦 这样这样这样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蒸饭 我拍后叫很多年 我知道炖饭蒸饭都很好吃的 这个很湿润很入味 对 平常包的饭是没有这种口感的 而且你有试过吗 一次过你可以炖饭之余 又可以做这个甜品 木瓜炖牛奶 木瓜炖牛奶 对女生就是你知道补哪里的 对不对 很重要的 所以每天炖一瓶的话 就可以好好的补一补 对不对 真的喔 而且我告诉你 如果你今天你不要用我们的白瓷炖钟 来炖汤的话 你直接用这个SUS304的 这个SUS304的不锈钢内淡 来包这个烧酒鸡汤也可以 Oh my god 你可以看到吗 凡权呢 今天呢 是可以呢 把我们的这个麻油的味道呢 全部释放出来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嗅到很香很香了 对 如果你要放这个 绍兴酒啦 或者是米酒啦 甚至是黄酒都可以 这个烧酒鸡汤真的很容易做 而且呢 它是用这个温火慢火 慢慢地把这个鸡肉的精华给炖出来 所以不是大火的 你看得到那个汤特别的清澈 对 没有很混浊的 而这种鸡汤呢 才是最有营养的 真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讲说什么呢 今天你要吃这个麻油鸡的时候呢 第一炖出来的这个鸡呢 肯定是更加的嫩 然后呢 它不会有那种咸咸咸的感觉 第二呢 它的那种精华全部流到那个汤里面 你跟我讲 有多好喝 很温柔 很温柔 充满了爱的感觉 太好喝了 鸡肉的那个精华 它的鲜甜的滋味全部在里面 而且呢 还有酒香味 麻油香味 这是非常厉害的这个烧酒鸡汤 平常你用大火来煲的话 是没有这个口感 也不会这么顺滑的 所以Leng Tian 如果新的一年 你希望你天天都可以喝到炖汤 给你的老公也可以喝到炖品 炖的燕磨甜品的话 这个Sincere的智能电炖锅 一定要把它带回去 真的 你看到我一直在吃 你就知道有多好吃了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 Sincere的智能电炖锅呢 只需要299令吉而已 外形呢 有点粉红色的 我觉得非常地讨喜之余呢 还有全部这么多的一个赠品 190多令吉 299令吉 你们也保证呢 在这一篇里面 这个.'sincereit